九十二 《解放日報》 資本市場治理也須適當干預 2015年7月20日國際零七居新華社北京7月19日電載資本市場 將跌市常態、大幅震盪波動也難以避免 環圖全球資本市場的監管和治理 一個為越來越多人接受的看法是市場的自我收復機制和監管 當局在特定情況下的介入各有其不同的角色 而者有機結合 才能更好地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入趨複雜 全球資本市場的聯動加強 適當干預的必要性得到確認 美國 踏件框架微妙引導在美國資本市場發展進程中 有過多次劇力的波動乃至股災 其中尤為突出的有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 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股市崩盤 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和2008年下半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引發的股市急劇下行 1987年10月19日 紐約股市崩盤 影響波及全球 道禽斯指數一天之內從錯508.32點 跌幅達22.6% 為金融史上最著名的股災之一 10月20日開盤時 美聯儲出面發表聲明 依據作為中央銀行的責任 美聯儲今日確認隨時準備提供流動性 支持經濟和金融體系 紐約證交所有採取措施 限制在現貨市場和其子中套利的投機者 利用電子自動對盤系統自動拋售 芝加哥其權交易所的交易後來也暫停 部分斬斷了現貨和其貨市場的聯繫 再加上一些企業至19日下午已經宣布股票回購計劃 美國股市20日的交易日中間最終形成實質性支撐 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馬克卡爾心說 這一次美聯儲的應對被認為是適當的 避免了更為嚴重的後果 而這一次的干預也被認為至少部分吸取了 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不干預股市導致經濟漲時期無法擺脫蕭條的教訓 即便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不是不干涉 一定意義常說 監管機構建立了更為完善的架構 更善於通過美妙的手段來引導市場向良性循環提升 讓市場自我修正 全球金融危機也使人們開始相信各國政府應攜手合作應對可能突然出現的金融市場崩盤 進入21世紀 美國在面臨911恐怖襲擊之後注重迅速介入 尤其注重平穩市場情緒 2008年金融危機中 歐美發達國家更是紛紛拋棄不干預市場的原則 提高充足的流動性 乃至入市值盤 對一些公司國有化 日本吸取萬一拍教訓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歷股災 由於當時缺乏治理經驗 日本政府採取措施價為緩慢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實體經濟的中長期發展 不過,日本政府吸取教訓逐步建立防止措施 首先,退場機制和救市國理機制結合運作 其中退場機制包括修正本國會計準則和其他相關稅務會計制度 提高主板市場上市標準 加強對上市企業財務報表真實性披露的審計力度 並加強對審計機構自身合規與否的監視 對主板而板上市企業被發現有隱蔽性障礙負債進行市場王牌公告 其次,日本政府加大宣傳力度 與國內外資本市場直接對話以及官民協同行動 日本政府動員官方網站或全國性媒體進行政策介紹 表明政策意圖及政策數值目標 提高政策實施時間表和有資金計劃背書的路線圖 讓市場增強對政策效果的預期感和信心 自主進行與政府政策相向的市場行為 日本院紅綜合商社市場業務部中國組負責人成玉倫表示 金融強國注重從四個方面進行努力 市場運作規範機制的公正信賴性、市場發展的可持續性、 資本市場的自由度和魅力性、包括可供選擇的豐富金融信息、 金融商品和相關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參與者的廣泛性、 主流投資者的合理結構、投資者本身的智慎和技巧成熟度 香港,改變不插手承建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上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入市干預備供應為成功案例 當時,香港發行的所有港幣,當局都承諾以固定匯率兌現美元 從而將美元作為一個謀,這樣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弊值劇力波動 但懷處是在貨幣政策想失去自主調整的餘地 國際炒家對港元發起攻擊,由於香港有足夠的外匯儲備 當局接盤港元,聯繫匯率制型得以為遲 不過,在聯繫匯率下,隔夜策借利率卻也大幅上升 這對香港股票市場造成了壓力,如國際買家已經在市場上造空香港股票 香港特區政府最終還是決定入市干預,並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辦法是接手港股的賣盤,從而推高港股,讓做空者無功而翻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面臨一定的輿論壓力 不過,多年以後香港做法的正確性得到確認 這也改變了過去人們認為無論如何政府也不應該入市直接接盤的看法 資本市場的監管政策最重要的乃是適合自新實際狀況 包括資本市場發展的成熟度,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風險意識,市場情緒信息萬變 監管者的根本角色是營造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維持市場秩序,讓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良性互動,協調發展 醫生面、 Shank chord三國助理、策記 Private Forum 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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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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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糨